留下來的 放眼世界 把握環球機遇 接通各地港橋 堅尼地正經 馮智晶 留下來的 放眼世界 把握環球機遇 接通各地港橋 堅尼地正經 馮智晶 歡迎回來今天堅尼地正經 又和方圓兩個星期一次 我們去選一些公司去看一看 尤其是我們見到很多美國新聞出來之後 令到我們都很嚇驚 前一陣子 我們見到比亞迪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在彭博中顯示了比亞迪有機會 不是有機會 已經取代了Tesla 成為全球生產電動車最多的生產商 另外 同一時間地 我記得在FT和很多不同的新聞裏面 都說過 即使2023 中國的任何產業 都好像蒙受著一個很大的打擊 由遊戲業 去到銀行 去到內房 但是去到2024 我們都不能夠 不去漠視 其實在這個電動車市場底下 中國都是有一個世界上很大的存在 所以今天我們就找方圓過來 和我們一起分析一下 這個尖兵 比亞迪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大家看到我的畫面 方圓是滑倒了 其實就不關他事的 應該是我 我忘了換路線 你要明白這些日落帝國的地方 買路線回來 他不包裝的 就要我自己安裝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看看方圓 聽不聽到我們的聲音 聽到 聽到 你懶惰而已 Jacky 你快點換吧 找食工具 你都不上班 以前你習慣了 很多時候你見到那些人上來 會安裝的 我怎知道原來送貨的那個不懂裝機 那就要我自己裝過 唉 那就沒有了 這些這麼簡單的事 接下來就不要緊 唯有就忍著我們 只是聽著方圓的聲音 但是我們就趕快去看 方圓幫我們準備了一個很好的PowerPoint 這個其實是我也覺得有趣的事情 就是這個比亞迪在發生什麼事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電動車 我們很簡單地說一說 就是我們今天集中兩款車款 一款就是傳統車 柴油車 或者不要叫傳統車 內燃機的車 另一款就是電動車 就是我們靠電去生產動力的車 聲稱環保一點 比較好一點 我知道方圓很想說 裡面有很多什麼Hydrogen 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 還有很多什麼插入式的EV等等 還有Hybrid 但是我們就避免了它 因為我知道方圓做得太多 我先問第一個問題 EV在中國是領頭羊 而且好像贏過很多傳統車獎 例如說保馬、Honda等等 Toyota都是 為什麼中國會選EV呢 其實中國選EV是有一個很實質性的問題 或者一個需要去解決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 了解一下中國的汽車市場 我想Jacky你也去過不少的中國內地走 其實你見不見到中國內地很多的汽車 我說舊式那些不愛說EV 是會有很多什麼本田 成一個中國車廠 然後保馬又和另一個車廠 然後上海就是和大眾 Volkswagen 所以你見到中國其實 它最主要 為什麼那個時候 譬如我們說的 ICE 即是內營機 那些舊式車 我們叫做燒油的車 中國是做不到一個很有效 或者是一個可以商業化的內營機 即是它自己沒有技術去做引擎 簡單來說 因為始終引擎是一個 如果大家知道 以為是很舊的東西 但其實中間你很需要一些很精細的一些 技術才可以做到引擎 是真的走得動 走得快 而且不會爆炸 所以其實去到2020年 甚至《Economist》那裡都說 其實中國是自己做不到 一個可以商業化的一個引擎 其實都不只是看這些雜誌 我當時一百年左右 我都回過中國內地一個朋友 我的朋友是讀汽車的PhD 在中國內地 他都說其實我們自己都搞不定的引擎 最後你都要跟一個外資合作 所以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舊式那些燒油的車 其實中國自己是不可以全部都自己搞定 就像C919那樣 我想大家會明白的 但是去到EV EV其實是相當簡單的一個車款 或者是一個簡單的操作也好 整車的過程也好 所以它中間少了很多mechanic的東西 所以其實中國現在的電動車 是可以做到完全是自主研發 以及全部是自己生產的 所以那是為什麼 All-in-EV這個產業 最主要我自己看到的原因就是 舊式那些根本追不到 也沒有可能現在扔錢扔時間去追 既然有一個新的EV 大家有這麼購買 我又做到的 我們就全力去做這件事 就解決了很多 可能大家誤會了 就覺得內延機這些ICE 是不是一些舊式科技很容易做 其實這些是一個很肯定的科技 你又要它爆炸 爆炸之後有些東西推動 然後所有的mechanical 你有很多不同的螺絲 很多不同的齒輪 其實這些是一些相對地 因為技術舊 所以對於其他配件的研究 和配件的研發 是要放很多時間下去 如果你是法拉里車廠 波子車廠 那就無所謂了 幾代人都是做同一輛內延機車 如果你說中國要做的話 有機會它就要和別人 去拿回這些零件回來 不如彎道超車 就拿了一個EV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EV我們出來看也好 先看回中國 中國其實也挺厲害的 那個銷售數字 我看到在整體2023年的 Top Selling的品牌下 比亞迪猜不到YOY是七成多 即是七成多的YOY之外 它賣車賣了百多萬架 它是軟拋離於其他 譬如Tesla只有二十多萬架 會不會離譜了一點點 這個情況 其實這個就不離譜了 始終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國產的東西要推的 就簡單很多的 第二 其實比亞迪 反過來說 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的售價在中國來說 真的是便宜 但是抵食夾大件 對於現在很適合中國的 即是現在消費者的口味 抵食夾大件來說 所以 比亞迪去到這麼大的增長 我就真的不意外 加上剛剛我說的因素 其實它早就不喜歡外國品牌在這裡 所以 我想 再加上現在的情緒 你知道吧 民族自信 多自信 但是你都可以好過其他 都離譜了 你不要說好過Tesla 它有些以前的吉利汽車 吉利汽車也是賣四十多萬部 你這樣看的話 其實是反過來 比亞迪是贏中國整體汽車銷售市場 也算是一個挺大的冠軍 沒錯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它和它丟很多 就是經常這樣說 你養育到一個品牌 然後你可以 它也是叫做Marketing 或者是我覺得實力來講算強的 就是它車款又多 然後你隔離有多少個款 不是很多款 好像三、五款 比亞迪好像車款來說 它大中小都吃光了 而且國家又幫忙推那麼多 你很少見中國說國人推及你的 自己 內部也好 它主要都是推這個給亞迪 所以很多政策東西 或者Marketing上的東西 全部都偏向它 而且它發展得很快 扔很多錢去做一些固定資產投資 你才能做到車 大家知道 做車不是一些 你建了一個廠才能做到車 所以我想很多東西配合一下 所以它就會有這個環境 讓它成為第一 比亞迪現在按年增幅是七成多 然後我們 這是國內問題 在國外 我們看到它剛剛在匈牙利 打算設廠 現在看看Boomberg的說法 它也取代了Tesla 成為全球最大的EV生產商 先問一下方圓 它是否賺很多錢 對 這個就是一個好問題 我們要幫我補充一下 Jacky剛剛說的新聞 其實現在歐盟是想反傾銷 所以其實歐洲政府 就開始對中國的生產車 都開始有點戒心 那原因是怎樣呢 我想一會兒大家聽完我的展述 應該就會容易一點了解 比亞迪我就拿了一份財報 這個我沒有自己加鹽加醋 這個就是港交所 大家都找到的年報 中英文都有 你看到其實比亞迪一年賺多少錢 我用二二年做例子 右邊看到底數是二百一十億人民幣 以及最初的單位是錢元 OK? 這個就是整個基本 問題就來了 我賺二百多億 左邊就會給大家看一些特意 如果只是看今年政府的補貼 但它這個補貼很奇怪 擺了一個項目叫做其他流動負債 今年也補貼了一百四十億 我幫大家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Jacky 我幫大家先插替一下數 因為其實我想我們的螢光幕比較小 可能我真的會插替一下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你這樣說 我覺得有點離譜 我現在馬上給大家看一看 在左手邊螢光幕的 我剛才的報表我提示了一件事 這個報表其實是 在下一個項目叫做 Other Non-Current Liability 然後總額我再給大家看一看 那裏就是 我猜這個是 百四億 沒錯 140億 對的 百四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蝕很多錢 那就是Liability Liability就是負債 負債就是我們欠債的債 百四億欠債 那這個沒有理由是賺錢來的 那為什麼會打到這條數上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回計問題 首先先講一下債務的分類 這個為什麼會放在藝人那裏呢 一般來說 一個債務如果不是真的從銀行借錢 或者做生意 就放在藝人的 OK 那所以呢 這個booking上 或者會計制度上已經很奇怪 這個數目 而百四億怎樣體驗出來呢 在右手邊 其實你是找不到任何一個 很直觀的看法 可以找到百四億 究竟怎樣審在那個income statement 就是我們的收入那個淨利潤那裏 那所以呢 我只可以講 錢就給了 但是你就不知道他審了去哪裏 還有不知道怎樣走 那所以就是 我可以直觀一點說 如果不算這百四億 比亞迪 現在都是賺二百多億 二百十億左右 那真的 都幾問水啊 他自己的帳 但是這百四億呢 它叫liability 我們應該要還的嘛 所以這個不是賺錢來的 就是等於香港的賺債這樣而已 那這個沒有理由是一個賺錢的方法來的 為什麼liability 在這個角度看來是可以賺錢的 那應該這樣說 這個是balancing item 這個是首先是一個balancing item 但是 如果你會計制度來說 你欠人錢 就是別人 你當我反過來看 就是別人借了錢給你 或者傻了你 不收你的錢 那我當政府的角度這樣說 那你付少了錢 你是不是當賺錢呢 你可不可以這樣想呢 啊 是 一定可以這樣計算 因為你 你當我折扣了那個expenses 但是你這個liability 你這個折扣遲早要還的 那這個就tricky了 因為那個分法問題 擺在other others的liability 沒有一個commitment 日期是一定要還的 它可以不斷cumulate下去 然後不還的 沒有道義上責任的 沒有道義上責任的 因為那首先 你不是銀行利息 銀行利息就要還了 而且它的寫法一定會寫 我銀行利息 你要在一個合約上一個限期 來還一塊錢 而且中間還要給你利息 OK 那這就是第一隻 我們叫要還錢的 第二隻呢 就是我們叫做生意的 就是payable receivable 我想做生意的朋友就知道 那些來往帳 就是我這次問Jacky 買了一雙可樂 那下個月或者三個月後 我才還給你啦 那這些也都會 擺一個category 叫payable 或者receivable 你站在哪一邊 那我都要在一個合約上面 都要還的 那如果不還呢 那你就會被人懶惰了 那所謂的壞將就是 就是這樣來的啦 這樣產生 而第三隻這些 artists 就是最狡惑的 首先 不知道要不要還 第二不知道什麼時候還 第三是沒有利息的 OK 那所以呢 那如果呢 掃了給你的東西呢 我扔著那條掃就行了 我沒有commitment 說我一定要還的 而會計制度上 都沒有做錯 那它真的擺在artists 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那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就是譬如有時候 一些姐妹公司借錢呢 都會擺在artists 的nability 那的確 你的一個集團來講 可能夠錢都是這樣行的 那我可以charge interest 我可以不charge interest的話 那其實 也都可以沒有一個commitment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這樣 會計制度上可以這樣佈 所以你會看到 是呀 今年已經傻了你了 但是什麼時候還 不知道啊 要不要還 不知道啊 要不要給你利息 就一定不用了 所以就會有這麼搞笑 或者這麼奇怪的帶頭 我去到這裡 我真的有另一個問題 不明白 因為我看到它在下面項目上面 是寫著它的liability 是relate to government grants 就是政府的liability 就是政府借錢出來 但是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需要還 我再看回它顯示的內容 它顯示的內容 其實它的名字 我真的不太特別看得明白 它那個是什麼顯示內容 一個叫做汽車與汽車相關 它不是給R&D R&D很少錢 你看到它都只有1K 即100多萬左右 真正大那條數 其實就是4個billion 對不起 我看錯了年份 就是今年 本年新称 有13個billion 那13個billion就是 Octomobile and Octomobile related 其實知不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 作為一個上市公司 它的disclose已經到了這裡 因為我給你看到這個已經是notes 就是說已經是disclose了 下面的billion沒有得disclose 如果你要問 你可能就要問匯計師樓 或者問一些相關人士 才知道那個錢怎麼行 所以這個就是 匯計師樓的責任 或者它玩的玩法 就只可以去到這裡 作為一個投資者的話 你看到這裡 就是行人止步 你站在那裡 你之後的東西 就只可以靠你玩上 或者是估計 到這裡我真的有點尷尬了 如果你訂了一個liability 我在旁邊的income statement 我是找不到任何一條數 相似的東西 我們真的看不出 其實它怎樣審下去 它也在Ada的條數 也不是很大的 我看到它Ada income 其他收益 是在2022年 大概只有一個billion 是很少的東西 因為主要的收入 都是在營業收入 扣除了operating cost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Ada non-current liability 應該體現不到 在收支步表上 但如果是另一件事 我們看回liability 真的看回裡面的liability 其實它的liability 我看到你描述了一條數 我也是看不明白的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給Ada有什麼liability 我的解釋就是 我也不知道 作為一個投資銀行的朋友 其實你看報 沒有啊 師兄 做盡 我真的做盡 我刮到這個程度 我想真的 我已經料到有罪入 我先說一說什麼 比亞迪的財務 在2022年 總負債3,700多億 多與少自己衡量 但是它有1,200億 1,200億 是三分之一 擺放在一個叫 Ada payables 又是了 大家聽到Ada這件事 又很不知道怎樣 跌了一個洞 好吧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財務人 我找到那個item出來 商業item是32 右手邊就展示給你看 那這1,200億是什麼呢 它只有一個字 就叫做 Ada external current accounts 沒有其他 即是你三分一個債務 我都是不知道什麼 我就是知道它不是銀行債 不是一個生意來往的債務 它就是一個Ada payables 但我不知道什麼 而且它應該是不一樣的 而且用這個看法 其實它跟剛才的債務 有一點點不同 譬如上面那些Ada 那些 current liability 一樣 譬如你是 short term borrowing 我們知道你要短期內還了它 你下面有 bill 然後有一些其他的payables 其實要付息等等 都可能需要 financial的東西都需要 那 contract liability 我們要付 如果我們有三分一個 liability 的數字是不知怎樣 其實我們沒有任何證據 我相信也是在調查當中 如果我是歐洲 說你有政府傾銷行為 很容易引起懷疑 這條數字我這樣放進去 真的可以放進去 可以這樣說嗎 對 還有說真的 你這間會計師 不說了 Big 4其中一間 譬如被人說 老實說 你看回去年其實410億 今年1200億 你大了三倍 你不去寫一個disclosure note 去解釋為什麼多了這麼多 已經很有問題 那當然了 你問我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估計 個人估計 都是礙於一些壓力 寫出來不行 其實他都知道 說真的 這些事情大家知道什麼事情 你去過大陸 做過會計的朋友 有都清楚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 所以highly likely 估計應該都可能和政府related的事情 所以剛剛我們說的200多億 其中一部分 他給別人看的事情 就是disclosure 少許 哇 這裡有千多億 中間多700多億 這裡一句話都不寫 那這些就 我估計 都估計可能都是政府那邊 所以如果你加上這條數字 這樣下去 對我來說 就是我一個投資者 我這樣看完的話 我真的打個問號 所以他的車 為什麼賣去歐洲是那個價錢呢 我絕對有理由 就是我歐盟這樣去想 就是政府部份 如果你看完這份財報的話 我想你老闆一定會檢查一下 所以都是要調查當中 也解釋了為什麼 其實某程度上我也在解釋 或者大家都在想 其實比亞迪會不會和我們上一集 講拼多多的故事一樣 就是他在谷度這麼大 所謂2023神話故事 會不會有機會 真的有 來自一些神秘力量 在後面有背後支持 才這麼強呢 這些真的是神話故事 你看拼多多 兩年之內超越了這麼多公司 打贏了是不是快要打贏Walmart 那你 是啊 是 網上售到 但是說真的 生意歸生意 先說兩句 拼多多都叫做得厲害 他談生意就是 我是搶你的 總之你那些人過來我的網站 按一下都要付錢的 這是很離譜的 但是他很難說 這些造假的成份低些 或者subsidy都不是那麼多 你看回我上一集說過 今集這些真的擺到明了 是啊 還有這些是實打實的 這些不能說 叫一些阿菲拉朋友按鍵 然後給拼多多賺錢 你不行的 這些 對不起 拼多多 阿菲拉兄弟可以幫忙 按拼多多的錢 但是你給阿迪沒有的 你要扔很多錢去做 起廠實物 然後很多的固定資產投資 或者你起一部車出來的成本 是一元就是一元的 你少了一元的車都走不動的 所以這些生意來講 會拼多很多 拼多方面 你補貼上去 就很難去拼得掉 作為會計制度 除非你做假數 如果 我當這份 財務部品是真的 數目都是真的 但是這些你解釋不到 我想你也猜到背後 其實神秘力量是多大 也能解釋到 調查就調查一下 至於神秘力量是誰 可能是美帝 這些位置才是誰 這些位置 應該是 一定是 我在美國都看不到BYD 美國當然是看不到BYD 我在英國看到很多BYD 我想說歐洲其實都是一個 多少EV車 其實比起香港少很多 香港是不知為何那麼喜歡電動車 但是歐洲其實比亞迪也存在 美國是否現在存在不到比亞迪 很少 我這麼久見過一輛半輛 還有美國有25%關稅 我沒記錯 有25%中國車廠的關稅 現在還會說會加 有機會或者是搞搞他 為何沒有給亞迪就問戴琪 這些人 這些又是外部勢力 台灣人 是吧 奇惡 最奇惡 我覺得是 我不會這麼看戴琪 我覺得她過了來就是漢奸 真的 好 我們繼續說說 看電金流合併的報表 其實政府也有支付的 2022年 這裏就是它原本寫出來的 政府濕失跌 不是太多 只是900多萬而已 90多億 不是的 是K位 90多億 正式出就不到 正式出就不到 如果你說現金流合併的 也看到不多 正式出 但是反過來 她最猜的是什麼 我說你看財報報表 不是看完就行 右手邊那個 其實就是她現金流表 你看到其實套件很少 十個八個套件這樣走 這一種的 我們叫 我們這一種的現金流的表現方式 其實就是想收藏很多東西 如果大家看開報表 其實你 usually 我們 我沒有記錯了 另一隻叫做 indirect 另一隻叫做 indirect 就是 indirect那隻的現金流的公佈方式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你會看到每一個項目 譬如我們在收錢 還錢方面 做生意的payables receivable的改變是多少 我們摘了多少貨 中間的現金怎樣走 還有其他的現金流方面的改變 都會見到一清二楚 這一隻 direct的disclosure 就見不到任何改變 它就是塞了 就是塞這堆東西給你的 Usually 我看得相對比較多的美帝的公司 基本上我都不見有一間 是用這一隻的方式 因為你們完全看不到中間的數目 怎麼走 就是不透明 OK 所以它也是用 BYD用這一隻方法走 你也都作為一個投資 你看完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當你已經看到這麼多的 一些loan 一些不明不知什麼的數目 然後現金流方式 還要用這個披露方式 對投資者來說的信心是非常低的 但大家也是要記住一件事 這份報表 今天也要問一次Eric 這份報表 我們在上市 就是在港交所拿的 不是它特意做出來的 這是合格的報表 對了合格 Big Four會計師樓簽紙合格報表 大家是港交所 所以有什麼事 不關我的事 找港交所 我就是看東西 我就是說 我數一 所以我們不是故意拿別人一份 不合格的報表 然後說它 我們只是說 這份是一份港交所 已經說它合格的報表 只是我們沒有這個慧根提得明白 所以遠離港股 我們有買港股的 我快要買港股 但我也是透過美國 去買 不是在 你更壞 你可以在美市 找一些ETF和港股有關 你不用直接把錢 在香港買港股 是嗎 你這個人和錢都走了 還要回去舔 你有沒有想過 香港市民經常都說 那些藍絲 你有沒有投訴我們這些人 就是我們要回來拿消費券 那些 一模一樣 錢放在美國 但有空無事 看看港股ETF 是 是 重要 好 有空拿一些 還有你想想 很多黃絲都想 北上消費 我們又不介意 你拿著美國護照 去北上消費 有什麼問題 還有拿著英國護照 很多香港人 去大陸投資 那些 又拿著加拿大護照 現在整理了一間工廠 又去了加拿大 這麼多年來 不是一樣嗎 說這些 好 說這些 還有很多外國愛黨 在投資 不要緊 不說這些 我看到比亞迪的情況 這間公司 無論怎樣也好 他感覺上 今年表現非常好 實際上表現也很好 只不過在數字上 還未清 但可不可以展望一下 接下來我們那個 全國外國 整體我們買這個電動車 其實我們不用擔心 這個比亞迪出事 或者比亞迪爆雷 因為你想想 好像當年恆大 只要世界有這個地產供求 繼續上升的時候 有時候報表做得不太好 不要緊 繼續炒個勢 炒上去都可以 究竟未來 究竟我們的EV 是怎樣的呢 那個供求 其實EV那個 那個的 我用熱情 這個字 熱情就開始有點淡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我們每年 其實全世界買車都在增長 每年都買多了車 全球 計算了電動車 計算了電池車 計算所有油車都好 都在增長 但是其實EV去到2023年 估計 應該這樣說 大概都是百分之一 10%左右的車 是電動車 不是大家想像中這樣說 是非常之多 可能是很多時候 新聞媒體炒熱了這個 topic 但是其實你說 賣車來說EV還是一個 minority 當然你的增長還很高 可能比起兩三年前 但是你看看這兩年 其實增長慢了很多 如果我們增長慢了 不要緊 我們究竟可以去哪一個增長位 其實我也覺得值得去看 比如說我們看到 往時我們看到EV的說法 尤其是我們去讀那些什麼ESG 讀什麼環保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想作假課 它就會跟你說 世界未留主流在EV 那真的是不是 這個預計算 是不是去到2024 是一個非常好的EV 佔整體車輛的銷售呢 如果預期來說 永遠都很帥 都是那一句 大家看什麼Forecast Research 那些 永遠的數字都是Ex Potential 那樣升 完全忽略了現實 看上去是 2024年其實都不是很漂亮的 整體來說都高的 如果你說歐洲加中國 可能去到三成 即Forecast 其他國家都可能去到差不多 十多個Percent 所以數字上都是這樣看 而且Trend上面都是見到 中國和歐洲 接下來這十多二十年的EV 那個增長都很快的 其他國家就相對慢一點 美國那些就 不要說 劣等文化 不喜歡駕駛電動車的 其他相對發展了的國家 其他那些電動車的增長 其實都不算非常高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看完Research也好 其實未來的增長點 都真的是中國 而且你看到增長點都很瘋 如果他預計2040年 歐洲是說到差不多八成半 是電動車 去到2030年 歐洲和中國有六成是電動車 美國那時候也起碼有五成半 這個Prediction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實質上 就是EV會Dominant 整個的汽車銷售市場 Prediction就寫了出來 實際效果是怎樣 實際效果當然是未如理想的 永遠都是 想像也很豐滿 現實就很骨感 那就看看多骨感 我們先看 第一個角度 我們先用車廠來擺 等一下會用另一個角度看 你會看到其實 如果車廠來計算 電動車全球 就只有比亞迪 是一支火箭去向上走 就是賣車的情況 除了比亞迪的電動車 Tesla 這兩三年都有些外地 當然總計算都會多 數字一年比一年多些 但是二三年對Tesla來說 不是一個爆發性的增長 就不要再說其他車的增長 譬如 什麽吉利 Volksvagan GM 所有這些大車廠的電動車 其實增長都是慢 所以你看完整件事 很容易 所以我們用這個 只看EV的銷售的看法 我們應該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但那兩個結論 沒有人知道那個結論是哪個真是哪個假的 要不就是EV的增長 是一個優勝的市場 所以比亞迪在2021至2023年的10月 有一個爆炸性的增長 而其他車廠是不存在這個增長的 另一種的結論 其實這是一間公司的問題 即是推動了一間公司 沒有推動到的行業 對你來說其實是屬於前者還是後者 我覺得對我來說 不如用下一個圖就解釋到了 反而是一個國家推動了一個品牌 That's it 沒有其他太多的效果 因為如果我只看 因為你只看一間公司 好像你不是地球平的 你不可以全球去銷售的 當然它有很多可能去了歐洲 美國就少一些 但是中國本土是 吃了它的製作量是很多的 所以你看回用國家去看 就回答到你了 這個是highly likely 一個國家的一個產業的一間公司 你會見到其實 這個就是用國家去看一下 究竟電動車在本土市場佔給多少 你會見到基本上 除了中國是21年 去到23年 兩年期間 市場銷售去到大概20% 去到差不多40%的增長 就是升級一倍 其他所有國家基本上是flat 或者是微速的增長 OK 所以這個就是 很側面反映到 剛剛回答Jacky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 我看到最多電動車買的城市 這個虛線藍色那個就是挪威 挪威你看到 大概兩年前是七成左右 兩年後都是七成左右 要換EV的已經換了 其實沒有增長 然後瑞典也是四成半 到現在五成半 增長10% 增長由四成半到五成 應該不夠10% 但是黃色的實心線 就正確是兩成到四成 加上剛才我們有個數據 就是比亞迪 在中國的EV銷售裡面 是排第一 佔了絕大部分的EV銷售 可以說其實我們回到剛才的圖 看到就是 為什麼這個EV 只是比亞迪獨市贏了 分分鐘它贏的部分 只是中國市場贏了 不是全球贏了 就是在2021年10月 到2023年10月 那 那 是啊 我是這樣推論的 所以 所以 說真的 你除了看它 你看另外一個指標 比如Tesla 那些 我們沒有數字 但是你會看到其實它的增長 銷售增長是慢了的 甚至是2023年 特別是Q3 那個delivery 是比Q2低的 都是一季大約四十幾萬部車 但是你見 哇 你真的 Tesla 你不計算亞迪來說 都算是EV車 全球的大佬 OK 那其實它 那個增長 為什麼會flat 因為 除了不看中國銷售也好 美國或者其他地方 真的買少了 那加上美國也沒有一個 很傾銷去支持Tesla 這個政策 所以你就會見到 其他車廠 甚至本土的 譬如美國市場Ford 或者GM那些 都開始說 停止生產全電動車的車型 他們都不如寧願生產 shift回去hybrid 那些 因為那個受歡迎程度 在美國真的差 等一下會有些數字 所以你就會見到 其實說真的 你來來去去都是 你講來講去 如果全球這樣看 又是中國增長 你看品牌又是比亞迪 但你看回其他國家 不是差不多 所以 EV的全球增長 ex-China 這樣計算 其實是幾萬 你變得回 不是我們剛剛看的 直線向上 個個都換EV車 不如我們 skip過去一個大的問題 先看美國的銷售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理解 就是因為美國相對地 是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 可能比亞迪進去有關稅問題 但美國的銷售裏 可能有EV車 有柴油車 有普通的內燃機 也有hybrid 有其他東西 這些車款 我們用一個美國消費者的看法 某程度上 就可能會解釋到EV的差距 先去看整體美國的銷售 其實美國來說 EV的增長不是這麼快 就是今次今日 是啊 它最快的增長 大概是2019年 19、2020年那些位去到21年 大概COVID那段時間 就增長得最快 好了 我們去到21年第四季開始看了 美國去到23年第三季 這兩年時間 其實它佔那個市場的市場 都升了差不多一倍 就是由之前21年的4.2% 到23年第三季 7.7% 看上去很多 是 看上去真的很多 但好了 我們再增加近一點 只是看二、三年的數字 OK 我們不要看那個增長 我們只是看 Capsule買了多少架車 這個實際 你二、三年 其實你第一季 都是買二十幾萬部 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八千部 你去到第三季 都是去到三十萬部 這個增長 其實就 遠遠不及大家預期中這麼快 就是 我想你再過多這樣走下去 你按年增長 可能只剩下十幾個百分比 就不是之前的五、六十個百分比 那樣增長 所以其實在美國來說 那個銷售數字 都開始放弱 即真的 開始有些放弱 我看到你 看回來 2023年 它真是extrapolation 都只有29.5% 剛剛我們說到很大的 歐洲要說到九成是EV車 在2040的時候 去到2030都六成幾 有機會是完全和我們不及預期的 那種EV受歡迎的程度 是的 所以你看看右邊 又有一個focus focus是怎樣做的 總之我做這行 總之老闆給你一個數 你有沒有聽過羅家宗有時候 即場做focus 如何做focus 即場節目focus 就是手指攻focus 找了手指攻去擋 拉直線的手指攻擋 是 是 尺也不用 是 其實也是 所以這些focus 怎麼說都可以 這個focus 我覺得相對已經實際些 就是去到2030年 之前第一次見到很厲害的focus 是五成左右 美國的EV車去到 現在這個就去到29% 三成都不夠 我猜 這個趨勢走下去 我猜到不會超過三成 甚至是21%左右 即到2030年 全EV車其實銷售都不好 所以美國就已經 是 還有美國是一向都 什麼 這裡的人一向都不環保 Below Trang就一定 Below Average也一定 所以 但是他又賣很多車 每年都賣很多車 所以 如果以他那個指標 自由世界的指標來講 我想你都會感覺到 其他地方對EV車的疫情 而且又不可以說 美國不環保 你看加州 對不對 全世界 為了環保問題 隔了橋 那些都不是又在加州發生 是好過英國的 好過歐洲的 即他們將手 擺在那些名畫上面 那些是差一些的 但你們都不模多樣 對不對 即止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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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Jacky這裡開車 這裡的油費比較貴 比其他地方 因為它有幾毫子 即30%的 gas的價錢 是來自於稅務 所以都很誇張 這個是我解釋不到的 美國作為一個石油書出國 它的油是比較貴的 雖然你不會比香港 但其實都挺貴的 其實在加州開車 對呀 相對其他州是貴的 香港更好 香港的油價只升不跌 不用俄烏 俄烏打仗它升 俄烏打完 它都不會跌下來 我都頗相信 不跌 是 但是 其實在歐洲來說 為什麼 我們看到實際的 售貨品就不是很漂亮 但是可不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EV車在世界上的 歡迎程度減弱 其實幾個原因 其中兩個比較大的原因 關於車和設置 就是 第一個是電動車的 range 即可行的里數 都是不高 即是200至300公里 即是英里 其實你 特別是一些比較大的地方 其實這一個電動車 只可以在市內駕駛的 是OK的 你始終相對 距離比較短 但是你說穿州過省就不行了 這個就是 令到其中一個電的限制 第二個限制就是 電動車的電站其實是少的 即是如果你有機會去試試去其他地方 你試試駕駛的電動車 計算一個長旅程 你很頭痛的 中間你要想一下哪裏有電站 你要在那裏停 充足夠電 你才會再起行 還有 有時候電站都不是很相似 有時候會壞 差不多 其實很頭痛 所以你會見到電站不夠 都會影響大眾使用電動車的舒適程度 另外還有一些小因素 第三個就是譬如 一式口貴 其實買車的意欲都是相對低一點的 另外還有一些譬如說 這裏的人都是喜歡駕駛一些油車 或者一些hybrid 最重要是貪心它 因為電動車充電 充一次要 最快要30分鐘 最長是12個小時 即是你自己家裡充電 那些 但是你有車不用的 我駕駛到哪裏 三分鐘入滿油就行得到 中間這個等待時間其實也是一些 對一些如果你沒有自己一個充電站 或者你是要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去駕駛的朋友來講 電動車那個不方便的因素 開始reflect到在美國的有時候出現 這個充電情況和理數 我某程度上都解釋到 為什麼我不是見到這麼多電動車 作為一個全球最先進的地區 因為Bay Area本身很大的 三藩市不是很大的 三藩市應該是香港的一個九龍那麼大 但是整個灣區的大小是非常之大 其實隨時你可能由南灣上一上北面 其實就已經要充電了 或者是上幾吋內回就開始要充電 一充充12個小時 那真的很耐用 還有再說一件 加州都很好 因為你的天氣比較穩定 如果你的電動車大家知道 電的東西去到極端天氣的地方 它的壽命一定是低一點的 有機會踏不穿車 或者你的iPhone不穿那些地方 所以其實你會想起 歐洲的天氣相對肯定是低溫一點 就是比加州 不要說美國 比加州肯定低溫一點 那這些地方肯定會對電動車的deprecation會高 我想這個trend應該還未完 我想特別是第一批買電動車的 應該大概2020年左右 或者21年那些時間買的 駕駛多兩三年 你就會感覺到 在舊電的deprecation很快 那就麻煩了 你預售車的價錢 其實跌得很快 同一時間 你也不可能換舊電 因為換舊電 就等於換車的價格 因為電動車的差不多所有 成本是來源 所以我就會看到 其實這樣的trend走下去 好像有點問遂 我未見到一個很可行 可以令到電動車 能夠持續 或者長期發展 如果這樣去看 我們最後也總結一下 其實這次我們一開始說 比亞迪神話 我們看到2023年 比亞迪神話 我們看到2023年 比亞迪神話 作為最大的EV生產者 然後到了2024年 中國其中一個僅有 也不是僅有 不是很多可以在世界上 做經濟尖兵的 就是比亞迪這間公司 其實無論它今年調數 去到它下年的前景 我們都看起來 它是有隱憂的 不是看得那麼光鮮 比起來 是 特別是我估計 例如你下年 如果歐盟那邊出手 說你的車先加兩成價 那你的價錢不吸引 那歐洲人就買回本土車的 特別你知道 歐洲人喜歡駕駛歐洲車 這個是一個僵 美國人都喜歡駕駛美國車 所以如果你不是貪便 你都應該未必會選給亞迪神話 所以這個第一個 最大的隱憂就是你出不了海 那你沒理由靠阿菲拉 那些食都是問題 還買電動車 所以那邊我想是帶不到 demand 第二個大的問題就是外優 那我講第二個問題就是來幻 如果二四年 假設如果不幸運 那美國歐洲有個衰退 歐洲現在都來 美國可能likely有機會 如果都來呢 全球進入一個低增長的情況下 我想中國都有點難去獨善其身 始終這個情況下 會不會國內的電動車銷售會再進一步會下跌呢 這個也是我覺得會關心2024年的現況 所以2024年對比亞迪來講 完全是充滿挑戰 如果歐盟不肯肯地打下去 可能它都沒有那麼辛苦 但是如果歐盟打下去 那就糟糕了 很大機會我估計會有些供過於求的感覺 不知道到時候電動車市場會怎樣 今天時間我們都再一次多謝阿方元 又幫我們真的看報表 我發覺我們開始拿到那個模式 原來很多觀眾 很想你去看財務報表 原因是我們不想看 就是靠你去抵勾一條數的時候 真的可以幫到手 看看社會的增長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方元和我們分享 謝謝Jacky 再見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裡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 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裡 我願意請大家 支持我們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